开放的规则 每周五晚21点20 河南卫视 重装呈现 殿堂级赛事 勇士的荣耀 将在深圳 为您现场直播 时间也是 4月2号的晚上 9点20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进行的是 雨量级的定级赛 我们又请 本场比赛的 蓝方 来自乌克兰 瓦里区 杨克 好 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的是 我们为由河南卫视 为大家带来的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 现在蓝方选手 来自于乌克兰的 瓦里希·杨科出场 199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 身高1米78 今天比赛的体重级别 1676公斤 雨量级这个比赛 瓦里希·杨科这个选手 目前的职业战绩 是5升4负0平 2012年 2013年 乌克兰冠军赛 Lated Division的冠军 2015年 乌克兰 Free Fight的冠军赛的冠军 这个Free Fight呢 跟我们的 MMA有一些区别 它更想有打击的连关性 和进攻的流畅 如果在地面上 有比较多的缠斗和纠缠的时候 可会让选手站起来 对 感谢 承诺赛的冠军赛的冠军赛的冠军赛 中国MMA的观众 应该是对他很熟悉了 因为来自于蒙古族的小伙子的话 他们是与练习散打的选手 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他们的地面摔法特别的好 而乌立吉姆人本人就是蒙古博客的习练者 并且还有自由式摔跤 中过日摔跤的训练基础 掌声送给同方乌立吉姆人 本场比赛蓝方 职业战绩 五胜四负 2012年乌克兰冠军赛 自由搏击冠军 2013年乌克兰冠军赛 自由搏击冠军 21岁 1米78升高 瓦立吉杨克 本场比赛红方 来自布库银行 26岁 1米74升高 职业战绩 八胜一负 他就是无力 吉姆人 考上达报员 托比亚斯 比赛现在开始 比赛分为三局 每局五分钟 允许使用踢打 肘膝 摔抱 关节剂 脚杀剂等 正合流派技术 禁止击打对手后脑 脊椎 胆布 查眼睛 撕咬对手等 胜出方法 KO击倒 TKO 降服对手 及裁判大风判定 好 无理击不仁 马里西洋科 上来的这个低扫力量很好 还是履行了自己赛前的战术 就是自己希望用腿法 来让无理击不仁乱到招 上去就有一个平沟 差一点点打中 整个真摔 低扫 无理击不仁进入内围 双方开始进入角力 放摔 无理击不仁控制头部 有一条腿在对方的这个 两腿之间 被对方摔倒了 漂亮 一上来 瓦里西的比赛节奏 非常非常快 而且在打击和缠斗的转换中 没有给无理击不仁 一个自己思考的膝胃 无理击不仁把身体坐起来 这样的话 蝴蝶防守也就是把两个脚 勾在对方大腿内侧的 这样的防守 就可以开始起到作用 可以控制对方的距离 也可以在这个位置 把对方从上位直接扫下来 上位的瓦里西洋科 再过腿 把自己的腿拉直 把胯打平 然后迈过来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过蝴蝶式防守腿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一下 脸是摔跤出身的富人的话 他在下位会有怎样的表现 现在看起来的话 防守还是挺稳的 两个手抓着对方的手腕 想布置高位防守 没成功 对方却开 我们看到瓦里西洋还是舍不得让对手站起来 哦 看 撑地 嗯 富人还是打得很稳健啊 比我美 看到这个青色的物质机 不人已经变得慢慢成熟起来 哦 一个大白圈 哦 这个低头 这个低头的摇臂可以说神来之笔啊 这拳要闷到了 真的是不堪想象 富人 把自己的胯往外撤 对 又是不跌扫 富人 把自己的胯往外撤 对 又是不跌扫 三脚 漂亮 非常好的腰脚 现在直接拿到了手臂三脚的位置 但是如果把自己的左腿从腿里边抽出来 这个手臂三脚才算完成 对 可以慢慢地过腿 不要着急 而且这个位置是非常稳固的 拿手抓着 哎 看来他是过腿了 他将整个身体的力量 全部压在对手的两手臂和脖子这个位置 对 这时候富人把自己的腿一定要放开 对 没错 把自己的身体压下来 但是现在是比较吃亏的 拿背直接动裸脚嘛 看 这时候 没有 这时候 救人的一只手 在对方的腋下 这个位置还是很冷酷的 对方反过来 刚才的那个手臂三脚 实际上 如果富人把自己的腹部 直接贴在擂台上 把整个重量压在对方的头部 会有更大的压力 他是要把肩沉下去以后 才能完成这个脚技 否则的话 对手还是有呼吸的空间 没错 现在的上位 极品击打 很漂亮 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手臂三脚锁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对方的身体成为平行 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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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到侧空的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是很好的一个击打的点 我感觉瓦里希的话可能对 就是 MMA的规则会稍微有一些不熟悉 因为之前我们跟他聊到的时候 对 FREE FIGHT 它是如果在地面五秒钟 裁判就会把两个人给拉起来 如果没有任何击打的话 AV 用 利用 转向南北 jour 但是刚才没有空间了 到 我们看 万一 ames 每一拳每一脚都是猫足了 都是所有的 闪 适合 10个秒钟 第一回合 。 双方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 看到这个瓦里奇连续的低倒 然后富人的话是有一个提西做格挡的样的动作 这个是瓦里奇在赛前做的这个战术安排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吧 对 这场比赛是瓦里奇迹 第二回合乌里奇迹怎样更好的面对就是这个低扫啊 可能会对他比赛的局势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刚才踢乌里奇迹人腿的时候乌里奇迹人有一个动作 就是在卸力 对 你如果贴我内侧我就往里边走 贴我外侧我就往外边走 对 但我更希望看到瓦里奇迹人是主动进攻了 没错 双方似乎在这个距离把控上对方的战力距离要好一些 我们看到因为瓦里奇迹人是一个反架嘛 对 所以他做这一 好我们看 有没有进行摔 有摔 我们看物理机迹人 漂亮 直接一个折腰 这是一个外侧的半摔啊 直接用把对手重心扫倒了 现在是要把手抽出来 这样的话 物理机迹人现在在上位呢 开始对对方进行打击 对方进行了西顿 把自己的身体离开了 物理机迹人 物理机迹人开始跟着转 像陀螺一样 这个过腿呢 对手两条腿比较长 对对对 他那个保护还是比较好的 在控制了对方的这个腰胯移动性以后 再过腿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省力的方式 物理机迹人要把身体直起来 这个时候如果物理机迹人想打击的话 一定要把身体直起来 其实对方有全防守并没有关系 对 两次 对方又把物理机迹人 控制着进步 但实际上 如果对方不想从这个位置出来的话 不是非常容易控制住的 因为对手两条腿很长啊 所以能更好的控制住不人 这时候物理机迹人 如果把自己的头抬起来的话 会有更好的这种压制能力 好漂亮 这是连续的击打 物理机迹人的技术现在比原来要细腻的多了 而且 对 对 物理机迹人的低头的同时把两个肘夹得很紧 这样的话对方也没有办法通过拉肘 或者arm drag这样的拉手的方式 把对方的重心拉下来 对方的腿开始往上盘 物理机迹人把对方顶在龙边 这样对方已经退无可退了 现在物理机迹人还是要把手给抽出来 没错 抽出来之后才能进行更重的对于头部的击打 好 好 分 不然还是挺忌惮队众的低扫 没错 连续提琪想要做先前的防守 这个谢力的动作 不然做得非常好 嗯 比之前这种硬碰硬只知道硬打的 物理机迹人来说现在的物理机迹人更有技巧性 对 在四位上产生了一个定势 连续的追击 抱身上抱腰 要勾腿 摔倒 漂亮 现在摔倒方面不然的话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没错 哦 低位的高位的鸡头 对就需要这么打 先打几下内部以后然后突然对头部进行攻击 物理机迹人的左手现在控制对方眼下拿出来了 现在可以用手肘啊来撑对手的脖子 然后把头给抽出来 没错 用小臂必切 第一 击腹鸡头 现在是第二回合结束啊 可以说第二回合的话 尽管比赛的节奏不是很快 但是不仁相信用这几次连续的摔法应该是能够拿下这一回合 没错 在整个队场面的控制上还是物理机迹人更优异点 那么对于对手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在下位的能力呢 没有太足够的力量去扫倒物理机迹人 对方在下位的能量去扫养了 对方在下位的能量去扫养了 对方对方对手为说 这次连续的能量去扫养了 两个人对对方的这个进攻防御能力呢都差不多 而且赛前的话那个瓦里希是对布人是有一定的研究 没错 所以今天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多次的低扫 如果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布人的那个左膝的话 是已经是有一个红肿的情况了 抱腿摔 对手 直接是踢当了应该 对刚才那一戏是非常重的踢在当上 我们在这个角度看的是非常的清楚 这样的话 布里希夫人将有最多五分钟时间的休息 来恢复自己被打当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裁判也非常非常尽责的问了三个方向的我们的编才来确认 最后的确是对方在无意识中打当了 再重新开始 双方还是比较友好 相互握手致意 老师不好意思 对方还是比较谨慎 因为在这个整个战局的控制上如果在战力上 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选手瓦里希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或者说他有一定的方法来跟布人打 但是一进入地面以后呢 在绝对力量或者在脚立上呢 明显不如 哦 刚才又是一息 但是布人直接进入他 趁机摔倒他 是不是就有进一个折腰吗 布人俄罗斯乌克兰两三次的摔吧 又是一个内股摔 内股大腰 好 现在布人的话两条腿撑起来 想把身体直起来进行击打 但是对手这两条腿挂在他腰上之后 给他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方想把自己的胯跟无力级布人的胯成切线 来进行布置进攻 无力级布人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以后 把自己的胯呢 跟对方的胯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平面上 这些小活 看来无力级布人在这些的方面上还是注意了很多 对 作为一个摔腰手的话 这些细节是决定他能否在更好的位置击打的一个关键 没错 好 无力级布人的两只手呢 空在对方的这个 对方要放个三角锁 来看一下 有机会 打住了 小心啊 好 对方勾住了无力级布人的腿 看无力级布人的手怎么处理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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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抓住了一个三角角的机会啊 这就是降服的能力 只要你找到一个机会把这个动作作对 那这个动作就会非常非常有危险 那我们看到刚才华里希是用两条腿挂住了无力级布人的肩膀脖子和一条手臂 没错 下定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蓝方胜 蓝方三角锁翔途对手 有请班长嘉宾 河南省刘宇文化促进会 地主长刘刘川先生 为护正方颁奖来自乌克兰 华里希 杨柯 有世的荣耀战鼓内响 全球最强悍的战将 内前列阵 期待您的